获奖的荣耀成了最棒的儿童节礼物 来开新竹县今年有255位的模范儿童 县府特地选在了关西游乐园来表扬 有身杖励志向上的弱势生 也有热心助人的学童 县长杨文科是一颁奖来肯定 成为了学习的楷模 抑郁风情的阿拉伯皇宫 还有华丽的旋转木马 孩子们坐上开心玩 迎接儿童节 新竹县政府就来到关西的游乐园 表扬全县模范儿童 除了有企业赞助200分礼物 也让孩童跟家长免费游园 新竹县政府甲六福村主题乐园 来表扬我们全县的模范儿童 这些模范儿童都是由各个学校 选拔出来的 他们是在各个领域的模范儿童 我们也勉励所有的同学 必须要拿出自己来 努力的上进 自然而然 你就会走上成功之路 所以在这里祝福我们全县的儿童 儿童节快乐 全县85所公私立国校 选出255位模范儿童 一一上台跟县长爷爷合影 有身心障碍 但立志向上的弱势生 也有五欲均衡 热心服务或记忆突出的学童 其中关西东光国小罗子云 成绩名列前茅 虽然在偏乡 全校只有三十多个学生 仍努力追寻自己的表演梦 这学期在校方协助下 用电脑教室搭绿幕 学习当主播录制新闻 分享校园朝乡 富裕猫头鹰的成果 母练责任感与沟通能力 曾允乐连当四次班长 人缘好且乐于诸人 全线模范儿童齐聚一堂 各展努力进取的精神 获奖时之名归 也成了儿童节最好的礼物